西伯来书第九章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因为有预备的账目 头一层叫做圣锁 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 第二曼子后又有一层账目 叫做制圣锁 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城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牙的账 并两块约板 柜上面有荣耀基禄伯的影照着施恩座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 众祭司就尝尽头一层账目 行拜神的礼 至于第二层账目 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 没有不带着血 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圣灵用词指明 头一层账目仍存的时候 进入制圣锁的路还未显明 那头一层账目 做现金的一个表样 所献的礼物和祭物 就着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这些事 连那饮食和猪斑喜酌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司 经过拿更大更全倍的账目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锁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并母牛犊的灰 洒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 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侠无私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宝 既然受死赎了人 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 便叫蒙兆之人 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凡有一命 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 因为人死了 一命才有效力 若留一命的尚在 那一命还有用处吗 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 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 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 就拿珠红色荣和牛西草 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 撒在书上 又撒在众百姓身上 说 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平据 他又照样把血撒在账目 和各样器皿上 按照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结净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祭物去结净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结净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 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 如果这样 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甚至在这场